我叫近俊,出名是高材生 大了之後,最新成為一個飛機師 我經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成為飛機師 我要去哪裡呢? 各位同學留心 喂,是和你同性的 我是近老師,今天來就是張老師 今天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突擊的測驗 請大家把沒用的東西放好,只留下餘筆和刷子膠 記得由頭到尾看清楚,才好作答 明白嗎? 準備,開始 帥氣 拍攝 好 平坤,平坦 吉俊,你站起來 你可能太驕傲了 在開箱的時候,你根本聽不到我說什麼 請你打開第三頁 最後一句,上面說什麼 月筆以上各部分之後,不可作答任何題目 那一次,是我在小華森林裡考得最差 但考得最多的一次 我已經不記得這份試卷下什麼了 但我很清楚記得 那一天,老師送了一架飛機給我 在她小時候聽話,老師送給她 她說,希望我都可以像她小時候 可惜虛心聆聽別人的說話 說不定有一天,我都可以成為一個飛機師 那一天之後,我就沒有見過那個老師了 在我這個時空 飛機可以去的地方 已經遠超我小時候的想像 沒多久之前,我終於成為了飛機師 現在我才明白 老師為什麼要特意找我 教導我,把這份禮物送給我 因為她給任何人都要清楚我的缺點 和我的未來 這不是故事的終結 相反,就好像另一個新的開始 我是近進 時空機師 如果你可以回到過去和自己說話 你又會說什麼呢? 這不是故事的,只會有碰到